在选秀市场最饱和的时候 BY2选择重新出发 以新人的姿态去参加选秀节目 他们希望自己的努力不被辜负 也希望能再度被观众看到 曾经的BY2一度被认为是TWINS组合的接班人 甚至连亚洲舞王罗志祥都说 他们是亚洲最强的女子舞蹈团体 青涩的面庞 轻盈的身姿和甜美的歌声 当年的BY2无疑是90后们的共同女神 第一张专辑里的爱压爱压和不够成熟 是多少人耳熟能详的歌曲 随便找个人都能跟着哼唱两句 如今他们以选手的名义出现在选秀节目上 不少人表示以BY2的实力都可以当导师了 但为什么还没有资格站在导师的位置上 毕竟曾经是爆红的组合出了多首快知人手的歌曲 很多网友在看完BY2的表演后 都在感叹着才是女团该有的实力 即使这几年来的各种花边新闻 让大家逐渐忘记了他们最初的样子 好在几年的消沉和挫折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勇气 看到BY2沉寂后的爆发 除了青春记忆被唤醒更有一些心酸与遗憾 我们怀念那些人那些歌那些青春肆意的日子 但那些逝去的曾经再也回不去了 作为出道11年的组合BY2也曾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光时刻 16岁那年顶着林俊杰小师妹头的头衔 一出道便备受关注 不朝不用花钱中的惊鸿一瞥 让人们深深记住了这对青春甜美的双胞胎姐妹花 在那个唱片行业逐渐走下坡路的年代 BY2依然凭借超强的实力为怀宇乐坛留下了一首首经典之作 自出道以来一共推出了八张专辑 也涵盖了众多音乐奖项 实力不说当今任何一个流量明星 说他们是90后记忆真的一点都不夸张 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很多时候看到BY2他们总是交叉腿的站姿 这一站姿也引起不少吐槽 甚至被说太做作了 而当看到他们真实的腿形后瞬间就都明白了 怪不得总喜欢交叉腿 其实BY2姐妹俩从小腿形就不是直的 尤其是小腿部分弯曲十分明显 而身为公众人物最看重的就是形象了 所以每次出现在大众面前BY2才总是交叉腿站着 早前在节目中他们也曾解释为何喜欢这样的站姿 表示姐妹俩的腿形从出生以来就是先天性不直 不仅穿衣很难看 就连简单的站姿也必须要千方百计去纠正 如果不交叉腿站的话 腿形就会直接暴露在观众面前 看上去很不雅观 交叉腿的站姿就是为了掩饰这个缺点 久而久之就成习惯了 自出道以来BY2引发不少争议 也有过几次整容传闻 不过都被团队否认了 甚至姐妹俩会互相捏鼻子验证 但她们的容貌确实一年一个样 现在的相貌和刚出道时已经天差地别了 刚出道时BY2真的是活泼可爱的林家女孩 满脸娇圆但白笑容甜美有活力 一举一动都是青春美少女的气息 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BY2出现在镜头前就变成了网红脸 两姐妹的好口碑也因某些是毁于一旦 网友认为她们就是整了 现在看她们的肩下巴 大眼镜嘟嘟唇与网红如出一辙 而且两人并不是混血但五官却偏向欧美戏 这种变脸只能是某些外在因素才能改变 记得在BY2参加明日之子时 曾经挖掘她们的老师许怀良说 现在她们的遭遇错都在她 过早的成功太小的年纪容易承受不住 其实除了大气早晨让她们忘乎所以之外 转型失败 矛盾重重和绯闻情史都是两人一手造成的 或许姐妹俩走到今天错不在于成名早 而是她们不懂得沉淀自己 守不住这一飞冲天的事业 那么看到这里大家对BY2有什么看法呢 这一飞冲天的事与她们不懂得沉淀 这一飞冲天的事与她们不懂得沉淀